我觉得演员就是他在那儿啊 他什么苦能受得了 你说为什么呀 首先是你自己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你就知道有一天要拍这场戏 其次你也不知道那场戏 那天是刮风下雨 还是三十度还是零度 你只能做好自己去做好这个准备 你想和尘这么一个天天要下水的戏 在冬天拍 亲爱的热爱的 这么一个穿着羽绒服的戏的夏天拍 这些东西咱们控制不了 只能说是演员的档期也好 然后制片的整个排片上期的时间也好 都是安排好了 只能接受 你都去问哪些科呀 我就细数一下吧 我觉得就是受伤的应该是从和尘开始 和尘呢是慢性未严 就是当时留下的 因为泡冷水泡的比较多 现在还有后遗症吗 有啊 建王朝的时候是要剧老损 钓威亚 要钓多久呢 我如果一天的话 我的威亚的那个东西是不拆的 因为随时随地钓 然后那个时候十个手指头 大概被剑翘打伤了三个 然后就三个手指头不能动 那个组织直接结束了之后 进的亲爱的热爱的 练曲还好 练曲完了之后 去的春江花月月 出现了坐骨神经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很多树林里头 因为我们是古装嘛 有很多树林里头 跑啊 打啊 跳啊 蹦啊 吊尾啊 你有的时候落地或者是跳的时候 没这样闻 它就揉树根树盖 你踩了一下就 就 所以就 就从这到这 你还笑 好危险啊 习惯了 坐骨神经其实特别危险 我知道 你有没有特别危险的时候 还好 没有 没有特别危险 你妈 你爸知道这些事情吗 所以也好 前面那半咔掉 他们知道我身体有一些抱恙 对 但是 你要现在要保养一下 一定不能这样 一定要宠爱自己 一定不能这样的 我觉得我特别有感受 就是尤其现在年龄慢慢大了 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透支 你看像 比如说我就会选择喝燕窝 像我们这个赞助商 清养清宴 反正我现在喝得又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我慢慢就是已经找到了一种感觉 就是你不能说 哎呀 我现在 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 就没完没了的工作 保养自己是个特别重要的 慢慢来吧 对 那你会怎么去 让自己无论从精神到身体上去 开始挽回着吧呢 不拍戏的时候做力量 或者说一些电针啊 拉伸啊 针灸啊之类的 然后把身体调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然后平常就会 每拍完一部戏都会去度假 让自己在一个脱离角色的状态 就是喜欢去那种游海边啊 还是欧洲背着包去走的那种城市呢 都会 我主要是想学东西 去旅游怎么学东西 比方说和尘结束了之后 去普吉岛 半度假半学 水费潜水 然后天下的炸炸结束 学的冲浪 好酷啊 然后练曲1980 结束去学的自由潜 就是水费 你在水里还 水费就是要自己 背着氧气瓶 那叫水费 但是这个也挺危险的 我跟你讲 都是要自己调节的 我人生最危险的一次 关乎性命的就是这一次 这是在哪啊 在普吉岛 你看那个黄色的 叫二级呼吸管 在我嘴里的叫一级呼吸管 我在有一次潜水的时候 我两个呼吸管 都没有办法呼吸了 在下面三十米的时候 这太危险了 这个 对 因为应该是有水泡 进入到了氧气瓶 和这个呼吸管中间的 那个位堵住了 所以你就发现 你自己没有办法呼吸了 然后就一口气 在水底三十米的距离 然后非常绝望那时候 但是幸好是 前面有老师 最后一口气追到老师呢 告诉老师 我没有气了 然后把他的二级呼吸管 拿过来 然后我们用 他的氧气瓶里 最后的那一点点气 做整个三十米往上走 五米三分钟停留的 所有的步骤 然后出水面 出水面那一刹 他氧气瓶空了 这确实很危险 这次是对了 相机的 这次对了